车祸牵扯出新的案外案又有新进展了吗 国道一号南下云林虎尾路段三死一伤的车祸 死者廖姓女子的家属出面透露 她生前被强压去银行领钱 一个多星期之后就命丧国道 质疑这不是一场意外 而现在呢更有一名网友爆料 廖姓女子经营的果菜贸易批发 生意遇到了困难借钱 遭到对方穷追猛打 追撞她的人疑似独驾 但这爆料的真实性都需要警方进一步查证 23号晚上10点半左右 国道一号云林虎尾路段 两车碰撞 酿三死一伤 胡适碎廖姓女子遭追撞混沌现场 家属说她生前曾被逼债 强压到银行领钱 怀疑这不是意外 没想到网路上还有人以第一人称来爆料 爆料内容提到廖姓女子借了200万 付了利息也还了本金 但对方却紧抓不放 她筹了几百万现金要南下嘉义处理 途中遭蓝车抢钱 还说听说追撞我的人 又是最近社会新闻时常出现的独驾 附上教唆两位小弟影片 跟车上散落K盘 西洛果材市场的同业表示 廖姓女子经营果材贸易批发 待人和善 但这几年经营出现大问题 进一步追踪发现 跟她同车的正姓男死者是开出租车 同事说当下她有打电话给车航求救 他一直说有人在救救 我们没有救救 而最壮意外中 唯一生还的23岁伤者 送医治疗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在病房外接护 车祸牵扯出案外案 还要厘清网友爆料内容的真实性 记者中部赵报道